11月21号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香港举行 选举会议成员1107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推选产生了选举会议主席团 分发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信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来香港主持选举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今年7月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 庄严宣告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事公认的成功 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 必须长期坚持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全国人大代表 使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的具体实践 使香港同胞作为国家主人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 杨振武指出 要充分把握党的二十大 开启国家发展新征程 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 为选举顺利举行创造的有利条件 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 深入领会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把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决策部署 落实到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 和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发挥的重要作用 认真履行宪法和基本法抚育的职责 依法做好选举工作 依要牢固树立 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线意识 坚持选举的正确方向 首好代表入口官 二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 严格依法以程序办事 严谨审慎的形式好 提名权和投票权 三要充分发扬民主 确保选出坚定 爱国爱港 在香港具有广泛代表性 德才兼备 参政议政能力较强 香港同胞满意的全国人大代表 按照选举办法的规定 选举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提名 经过表决 推选出由卢瑞安 叶柳淑仪 女 刘叶强 李国章 李家超 李卓芬 吴良好 于国春 陈逢富珍 女 陈建波 林建月 林淑仪 女 高永文 黄玉珊 梁振英 蔡冠申 廖长江 唐慧珠 女 谭耀宗 等19位选举会议成员组成的 香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主席团 按照选举办法的规定 主席团主持选举会议 会议向选举会议成员 分发了代表候选人提名信 按照选举办法的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 应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为36名 每名选举会议成员提名的代表候选人 不得超过36名 年满18周岁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凡有意参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 应在选举会议主席团 确定的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时间期限内 领取和填写参选人登记表 取得15名以上选举会议成员 分别填写的提名信 在提名截止日期之前 亲自送交选举工作办公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